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曾有过相同的遭遇 并且设施的为同一人疑似是一面惯犯 在Rosemy经营橱柜家具销售的王女士表示 事情是发生在今年8月6日 一位男子来到店里采购了价值2000多美元的家具 包括柜子和史英台面 因为是回头客 而且都是老乡 所以王女士表示可以获到再付款 王女士说 之前都是先拿钱 然后她说 等货到了明天再给我钱 因为我这边经常有老客户这样做 都很熟 送货之后过两天也都给我钱了 并且此人在过去三四年经常来采购家具 所以王女士就直接开了一个收据 留下电话便让安装师傅送货了 然而就在师傅安装好家具之后 对方便声称一直在忙没有时间 王女士多次发微信催促交款 而对方则是一拖再拖 截至今日 2860美元的货款仍未结清 后来 微信电话干脆都不回了 人也失踪了 王女士事后向周围的朋友打听 结果发现 几位装修圈内的朋友 也有过相同的遭遇 并且涉事的均是同一个人 王女士后来得知 就连安装师傅收到的支票也跳票了 王女士感叹 之前我一直不相信她是骗子 而且大家都忙 谁能在乎这点钱呢 但是在问了几个师傅以后 都上当了 都没有给钱 我才觉得原来自己也上当了 由于没有对方的真实姓名 也没有签署任何的购买合约 再加上金额并不算高 所以王女士没有选择报警 但是她说 我认了 这几千块钱就当是丢了 借钱消灾 能追回来最好 追不回来也就算了 但是我这么的信任你 而且还是老乡 你一口一个姐的叫着 我就想问问你为啥要骗我